就这个地方呢 一般都会有一个介绍啊 嗯 那我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话没有写是吧 嗯 没有写啊 那无所谓了 反正无所谓了 这这写的总大小啊 但没关系啊 因为不管你总怎么怎么大啊 最终来说都要分成最小的单元 对不对 那我们这呢 一般情况啊 主要关心谁呢 就是还是锐的啊 就是说他的那个这款NAND Flash呢 他支持的是阅读 啊 就是一页一页读 对不对 那一页多大就行了 就是24K加64啊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把它理解成有效数据是2K啊 然后加上什么64位的一个单外数据啊 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说呢 那我们后面如果对这款NAND Flash进行操作的话呢 你就呃 就是说你你要你的数据发出的最小单位是什么 2K啊 2K 就是说呃 你就是说你访问 比如说我我现在访问是2.2K 和2.3K的数据啊 那么实际上都访问了一个页 看没有 也就是你要你发出最后你要发出那个 那个数据的时候啊 你最终来说还是要把什么 2K和呃 就是呃 2.2K和2.3K中你其实都访问的是同一个页啊 也就是你要把2.2和2.3啊 对应那个页号 你再转换出来 然后我们才能做具体的数据读啊 所以这个呢 就要看情况啊 要看情况 所以这是当然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想读一次要一定要把这2K全读完啊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一会呢 我们读那个内存呢 你可以稍微改进一下 就是说当然你可以对读完2K过后 你只取前1K啊 或前后面1K也是可以的 这肯定是可以啊 只简单一点呢 你就是一次性还是读那个整数倍 对吧 整数倍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了解了一下啊 就是说看来NAND Flash中呢 我们这个分了 过后呢 从软件呢 就分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 Block 一个叫Page的概念啊 好 这个是说的这个问题啊 呃 然后再往下看吧 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那个Quantum 好 那这个Quantum呢 后面底下有一张表啊 那这张表呢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一个严格的时序了啊 就是说你的地址时序是怎么做的啊 刚才前面后面刚才看了一张表 是关于命令 对不对 那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地址啊 你是怎么处理呢 它的处理方式 你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首先 呃 你发地址的时候 第一个周期一定要发A0到A7 啊 然后第二周期要发A8到多少啊 第三个周期要发什么啊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正常情况给人感觉好像是一次发Buck 一次发Buck就OK嘛 对不对 哎 但是呢 由于它涉及到一个叶偏移和块偏移啊 或者称之为就是行地址和列地址 对吧 哎 有些时候你可以这样想啊 那所以说呢 它有些时候呢 某些周期呢 你就不允许这么的 不允许连续啊 所以像我们这款芯片呢 就是说你一次 就是最后的一个周期 你必须发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A0到A11啊 也就是说 你现在想访问这个Flash 我们不是本身就要访问这个A0到A30嘛 对不对 哎 就是总共31根引脚啊 31根引脚 那么31根引脚呢 我们要31根状态吧 应该这么说啊 那这个状态呢 其中我们就要把它分成五块啊 其中呢 A8 A9 A10 A11呢 作为一块 然后A12 A13 这个后面这个部分 作为一块 也说A12 是跟A11 怎么的 不能挨在一起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一会发出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地址啊 尽量的怎么的 把这个11 这个地方给它砍一道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东西呢 再作为 作为一个数据啊 所以这个图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告诉我们 你的这块 NanoFlash的一个什么 芯片结构啊 当然一会儿呢 你们后面最好看你们的芯片 是什么样的结构啊 因为每个同学的板子 可能有点不同啊 可能还是有点不同啊 因为像这款板子呢 就说 不是这个板子啊 这个Flash 我看一下是多大啊 应该是 没猜错 应该是 那个两个G啊 啊 两个G 对吧 两个G啊 哎 不对 这个 这个是所有的啊 支持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型号吧 嗯 看一下它的容量啊 一个G 加32 造成8比特 那应该是一G 啊 一G 啊 一G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啊 那就是 其实30是跟 看它多少根银角啊 A0到11 12 一直到27 28 29 30 嗯 我看30的话 应该是A0到A30 实际上是31根角 对吧 31根角的状态 2的31次方是 两个G啊 应该是 看一下 再确定一下啊 再确定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G 加32兆 它上面写 是这么写的啊 啊 这个有可能 还是还有可能 另外一种原因啊 另外一种原因 就是 就这个芯片 可能是那个 我看一下啊 可能就是说 它是一个通用 通用的数据手册啊 所以它可能用的 并不是就看你的 那个你的地质范围啊 就你的地质范围 如果是刚好一G 那你就刚好发出的 A0到A29 对吧 哎 如果你刚好那个 你是两个G呢 就是A0到A34 啊 所以这个可能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吧 啊 一会儿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不是大问题 就说你你现在就是有一个疑问 先放着吧 一会儿到时候看一下呃 芯片到底是咱们什么芯片啊 因为这个毕竟我们这个板子 你要看到它那个具体型号才行啊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那个块和叶啊 到时候然后就是实际上呢 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要确定这堆软件来说 只要确定一个一个信息就行啊 就确定什么呢 确定咱们的地址啊 发出方式就行了啊 好 那么刚才呢 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理解了哪些功能呢 我们写一下吧 一个是什么呢 叫做命令对吧 哎 命令 然后呢 是地址 然后数据 对不对 哎 然后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找什么 哪些命令 对不对 哎 命令的发出格式 然后再确定什么 地址的发出方式或格式都行 对不对 哎 好 这就是说的 嗯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数据就无所谓了 数据就看你了 你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对吧 哎 所以整个NAND的那个芯片结构呢 应该就这个样子啊 芯片结构就是这样 那么只是说呢 这个发出的方式呢 稍微 呃 咱们自己就要考虑一下啊 如果说按照我们IO口的方式去模拟 就是你先发什么数据啊 再发什么数据 然后再等多久啊 呃 当然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IO口去模拟 这个八根角啊 八根角过后呢 然后再嗯 自己去控制那个 就是每一根啊 每一个那个外部的那个控制线啊 该怎么处理是可以的啊 因为在像有某些呃 单片机中 如果说必须考那个考虑用那个NAND的时候啊 那么你就需要这样做啊 但是就由于没有控制器的引入啊 但这样做呢 就是软件 呃工程师啊 太累了啊 因为他对这个持续要求 那个啊 非常高啊 而且呢 对整个的那个关系要很清楚 就什么时候发什么 什么时候干什么啊 呃 当然在很早之前 就是做单面机的那种呢 嗯 确实有过啊 确实有过 可能就是直接通过那个IO口模拟的 倒是也有啊 也有过这种情况啊 呃 但是呢 就是现在都几乎不会这样做的啊 因为就现在呢 就是引入了一个叫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NAND flag控制器啊 就是这个控制器呢 其实它就会自动的啊 在发出什么 什么时候是地址 什么时候是什么啊 你可以简单看上这个计存器吧 好吧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专门给你开了两个 有没有 两个计存器 也就是什么是地址 什么是MD啊 然后什么是数据 那你要想操作呢 你没关系 你就对这些计存器操作就OK 啊 剩下的就就 那个你就不管了啊 那操作完过后 他什么时候发 然后发几个周期 那那那都是啊 那也一样的 你自动软件告诉他发什么 他就发什么啊 所以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来看一下啊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呃 这个是关于NAND flag芯片结构啊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关于 NAND flag控制器啊 它的操作方式 好